请不吝点赞 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 在九宫飞星里面 他的一个发凶期 基本上要怎么去计算 我们都知道 每年都有一个流年盘 像今年来讲 以六宫宫 好 这个是年盘 那假如今年 你的宅盘 宅盘就是你家的房子的一个生煞方 假如你家刚好今年 这边是 刚好是二 两个配在一起是二五 或者是这一边是五 配起来刚好是二五同工 那二五同工 我们都知道 在九宫飞星里面有四个数字 年盘跟宅盘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 他有四个数字 会很可怕 五五五二五 五五二二二二二五五二 这四个数字 你要记得九宫里面最害怕就是二跟五就对了 所以 假如你今年刚好碰到这四个组合 那第一个你当然你不要过去 九宫 第一个你不要过去 去那边扰动 他就不会产生凶性 第二个你 第二个就是那个位置 让他静下来 所以有些人会拿一个大酒柜压着 那酒柜压着 酒柜不会动 他的影响力自然就会降低 所以不要过去 不要去让他扰动 这样子他也不见得会发凶 来讲 还有这是整年的一个状况 月份 他有所谓的月份的紫白飞星 而月份的紫白飞星 各位你就可以去翻 所谓的农民历 农民历里面 基本上都会有写 农民历里面基本上都会有写 你已经知道 你今年二黑五黄在什么位置 你已经知道了 跟你的宅盘对起来 不管他有没有形成这四个最凶的数字 这时候你就要看一下 你的农民历 你把农民历拿出来 农民历他这一边都会写 今年这一个有没有看到 什么时间 什么时间 他在下方会有一个 各位看一下 在下方会有这一边 这边有一个月的紫白飞星的 那个月紫白飞星的飞星盘 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不用管 我的宅盘 我们这时候以连盘 对照月盘 我们知道连盘是六路中宫 那我们就要去注意 这两个位置 什么时候他会去交到月盘 月盘的 25 这两个位置 因为我刚刚有说过 最凶的四个排列组合 22 55 25 52 好 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一个流月的流星盘 什么时候在这一边会有2 或者是5 那我们就来翻 各位你就把你的农民利拿起来 然后给他翻一翻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个月 正月 那就是1 就是1月 1月到2月 这边是1 好 这是1月 他会面临到 再来 再往下 这边 再来7月 他也会碰到 再来是10月 再来是10月 所以你就知道 在年这边2的情况下 1 7 10 这三个月都会碰到 这4种组合 就表示说 在正北方的一个状况 他会很凶 我们来看一下 东南方 他在这这一边会有哪几个月 他会碰到2跟5 这时候你就翻翻农民利 然后去找 这个位置 什么时候会出现2跟5 那他是第一个 2跟5的话 是1 1月他就会碰到 再来4月 10月 好 各位 这个 就是 东南 他这4个月 他会有这4个组合出现 所以 你把流年盘去对照月的 那个飞行盘 然后你这一边你去翻农民利 农民利一定有血 然后你去对照 同样的位置 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一个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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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的 其实基本上影响性比较小 所以我都不会去看 我都是用最严重的 最严重的都不见得会发凶了 其他比较轻微的就没有那么严重 所以我一般都只会抓这4个数字 所以当你了解了以后 你就把今年的年盘 去对照每个月的飞行盘 然后你就会知道 今年的二黑五黄 哪个位置非常容易发凶 那假如这个位置刚好又跌到你的宅盘 就是你的房子里面的不好的位置的时候 你就要更特别小心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 紫白飞行年盘去对照月盘 你要重视的就是这4个 这一边你从万年利 万年利也有 或者是农民利 每个月每个月你去翻 你就会知道 就找同样的位置而已 同样位置出现这4个组合 你就会知道 哪几个月你要特别注意 是哪一个方向要更特别注意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大家假如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大家帮我按赞、关注、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有最新的影片 你就可以随时接收到通知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